大家好,歡迎收看Billy巴拉托 和大家分析一下加拿大其中一間最大的電訊商 Worges Communications 羅渣士 第二季的業績和我自己的看法 在這個疫情,不少消費者 改變了他們的生活習慣和消費動向 以至有些東西就花了很多錢 有些東西就省了很多錢 這個電訊的洗費也是其中一樣 省了少少或者少少少 加上當然就是旅遊費用 是少了很多,甚至乎沒有太多 因為都不能去旅行 這些東西都間接或者直接地 影響了Worges的盈利和收入 收入跌了17% 它分開三個業務 一個就是手機業務 一個就是閉路 上網和看電視 第三是Media 因為它自己同意有幾個電視台 幾本雜誌 Wireless 方面有14% 主要是Women Expense大跌 在疫情中少了66,000個訂閱 這些用戶主要是Pay as you go 的用戶 即是你去日本的時候拿一張SIM卡就叫Pay as you go 平均每個客戶的收入跌至49.1% 跌了13% 同一時間當你運到家裡的時候 可能也減少了一種衝動來換手機 而Equipment Sales也跌了17% 當然這可能是一個滯後的因素 通常那些手機發布都是在9月的時間 看看下一季會不會有這樣的情況 又或者有一種V型反彈的出現 Cable不是跌得多,跌得3% 通常來說現在有什麼Lakfix、Disney Plus 以至於Worges過去兩三年的訂閱 不是停止,而是慢慢地被人陰降 但可能因為疫情的緣故 Eat Like TV就升了4.3%的訂閱 當然這亦有剩下傳統的訂閱 同時亦都在溫暖一些固網的服務 現在也有很多人都已經不要地線 於是他又慢慢去Drop Off 每個客戶平均的收入跌了3.8% 即是$128 可想而知那個Cable真的很貴 兩年前我自己也剪掉了 然後換上Netflix算了 雖然我都不是經常看Netflix Anyway Media跌了50% 原因是因為很多NHL 或NBA的運動 都取消了 現在慢慢開放 但是你不能去體育館那裏看 純粹就是看上網的 你看不到周圍有些人 看著發瘋地叫 不知道 你喜歡看的東西仍然都會看 但是都會大打折扣 這個也解釋到為何它會大跌 多些 EBITDA 當Revenue跌17% EBITDA就跌21% 主要來說是因為有些Program Codes 就是FIX的 就不會因為你的客戶流失 就會減少 相對地減少同樣的比重 減少少一點的時候 變相來講你就蝕入獄多一些 它那個Net Earning Per Share 就跌了48% 而Free Cash Flow 因為同樣的類似EBITDA 是沒有了Depetiation 跌23% 三大的電訊商 Talus Bell 和Worges Talus上個星期就出了它的業績 比較起Worges Refense Revenue跌17% 而言 Talus 反而有3.6% 的升幅 最主要來說 雖然它也是受到疫情的衝擊 在Woroming上跌 但是 它的Next Subscriber 就不是下跌 而是上升了94,000個 這樣 這個可能因為客戶群有少少不同 Worges Focus 在Pay As You Go 那方面 Talus 主要來說就是 Post Pay的朋友 再加上它有不少好的 Promotion 在當中 很多人跳槽到Talus 而我自己苦心自問 都會覺得Talus 無論是它的Wireless Coverage 又或者是它 本身你打電話去的一些服務 都是好一點點的 然後 Earning Per Share 仍然都是下跌 28.5% 比較起這兩間公司 Worges P Ratio 是17.2% 而Talus 現在是20.5% 如果 計算 Forward PE Ratio Worges 16 左右 Talus 大約18 估值方面 Worges 我估計 大約65 左右 而目前為止是56 即是有大約16% 水位升幅 Talus Talus 我估計 大約27 現在已經升到24 即是大約有12%水位升幅 所以我自己覺得兩隻都是 HOLD 如果 Worges 是54 左右 可能都可以入 電訊業 在加拿大來說 有點類似中國 中國 只有三間 巨無霸 中移動 中聯通 中電訊 加拿大 就是Worges Bell 和Talus 因為 它是一個寡頭壟斷 其餘還有什麼 FreeMobile 那些 古典整怪公司 但 卻掉得很遠 而且 用的網 實際上都是 Worges Bell 和Talus 給予他們 所以 基本上 你可以不 計算他們 在這種寡頭壟斷的情況下 通常是一發動全身 一間公司減價的時候 其他公司都需要來減價 否則 客戶是完全沒有忠誠 因為基本上 三間 雖然就說 Customer Service 在Talus 好少少 但實際上 三間 要死起來 你也是想 Curse爆它 在這種情況下 大家沒有忠誠度 大家沒有什麼 Differentiation 的時候 最理想的投資 就是 跳來跳去 哪間 便宜些 投資 和做客戶 就會更好 所以 現階段 Worges 是相對來說 是跑得差一點的 當然 亦都因為 業績反映出來 所以 我自己 就投資 Worges 而 電信業 好看 Regulation 影響 這幾年 competition 變得白熱化 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 因為 寡頭壟斷的情況 過了這麼多年之後 政府 發多幾個排比 那些 VMobile 那些 即使 真的用回 他的網 但是 仍然都會 創造多了 一些 增多足小的情況 出現 以前 那個 真是 Extra的 margin 可能 不復再 同時間 這個 電信業 就未必能夠 每次都引入到 更多新的 競爭 對手 所以 這個 Oligopoly 情況 寡頭壟斷 仍然都會存在 原因 為何引入不到 這麼多新的對手 是因為 他一開始的時候 鋪網 那個開發資源 是很大 花很多錢 當你開發完的時候 現在又說 玩5G 5G 人業都要花不少的錢 尤其是現在 大家都盯走 這個華為的時候 華為其中 一種最大的功能 就是他 便宜 能夠很便宜的 來發展科技 但是 因為國土安全的緣故 很多國家就棄用 其實 加拿大 就沒有正式去拒絕 不用華為的 他容養這個市場 來做一個決定 但是呢 市場 已經決定了 不用 這個時候 變相 加拿大 亦都不需要 再做這個 醜癮 夾在這個 美國中間 我說過電訊箱 不用而已 無關我的事 所以到現在 有些香港的朋友 在這裏 跟加拿大 仍然都是 不去宣佈 實際上 宣佈和不宣佈 其實沒有分別的 Anyway 撇除政治的因素 5G始終是一個大量的投放 暫時來說 還是一個不確定 尤其是在這個疫情當中 當人們換手機 換一些貴的計劃 都放緩了的時候 會不會影響了未來的增長呢 以至於它會比較緩慢地 Back to normal 尤其是Worges 有部份的收入是靠 Travel 那些pay as you go的計劃 暫時來說 可能還要看多一個季 看看 Stage 3的情況之下 有部份已經是unlock了 會不會有一個顯著的recover 今天分享到這裏 歡迎你 Like Share和Subscribe 請訂閱 按鈴鐺 小鈴鐺 請訂閱 感谢观看